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玩具TV 第28季第一集 剛才介紹了新產品 也挺新的 質素挺高的 Joy Toys 西班牙的戰棋系列 現在趕快招呼喜歡車的朋友 車友 今次也有一大堆筍物 很厲害 有2、4、6、8 加上你應該都是兩隻 總共是10架小車 其實不要介意我們 剛剛坐下來才看到這堆東西 立刻拿來爆 新鮮感很強 所以立刻我看到就拿著 這盒Toyota 不如先說你的那盒 Silica 玩GT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這兩架 都是一個挺有名的名車 好像很有歷史 這兩架都很舊 厲害 如果大家有留意 試試開一些當年的名車 的話 這個Silica 應該都耳熟能長 因為真的是1972年 嘩 很多書兄都未出世 這兩架版本 這兩架都會有 有兩個顏色 應該是兩個款式 這次我又不是太不明白 它用這麼精彩的包裝 所以不用打開它 好像這麼漂亮 是不是不捨得打開 對 始終都爆了 用來玩的 兩架都是Silica 同型號 當然 車手就真的 大家要留意 Tachi-san 這個呢 是不是同一個人 不是 不是 他們是同一隊 這個是Wake Takishita-san 多謝林訓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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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七號車 六十八號車 1972年當時 奪灰的車 你會看到 其實真的完整地 將當年這兩架戰車 再重新鎖一次出來 變了 其實不要介意 我想兩位賽車手 現在是否仍在看車 有機會仍在健在 我當時三十歲 現在也是八十歲 小賭見昌文 厲害 但現在看回 雖然1970年 但其實它的車款 都不太過時 Silica 這真的是名車中的名車 而且我暫時就這樣看 雖然兩架車的車款 口切 雖然只有顏色不同 但是 只是到後鏡 灰色這架 有兩顆到後鏡 沒錯 但這架橙色只有一顆 果然眼利 而且是銀色的 灰色的 好像比較上 精細一點 對 對 我想特別是車 它的拉花和配色 對於整架車的影響 我覺得都頗大 對 始終都有它 Eno 64 也有提及過 主要是它比較多 一些觀賞車 所以變成 變成 變成了 變成了 馬上打開 它的蓋 看看可不可以 當然 因為你不要浪費 這些漂亮的 塗裝 和本身的架 這樣看 會變成整架車的優點 可以完全看出來 當年的贊助員 其實不算多 所以你見到 車身全裏部都是 油站 都頗有趣 對 車籠裏也非常精細 因為這兩架 都算是 現在的老爺車 無論內籠 或者外面的設計 都不會很複雜 但是真的喜歡 賽車的朋友 說這一對是經典 對 而且地台都很漂亮 整件事的感覺 如果你收藏 就很有 對 你怎麼搞 收藏感 紀念性很強 沒錯 好 Next 到這個 一次過 有兩盒 POPWAY 的車子 這個很有趣 有一個像Burberry 那樣的花 我剛剛想知道 為何幫Burberry 立即開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關係 因為我看到它頂上 好像有一個行李箱 那樣的東西 對 因為現在這些 模型應該是有版權 對 不虛烈 好了 今次要介紹的 就是星架 千萬不要誤會 它不是波子 對 星架964 真的很像波子 你看到有兩個滑浪板 跟著 我不拆了 對 可以展示一下滑浪板 可以 首先看了我這架 就是剛才說的 我極度懷疑 可能真的有關係 這個可能就是 這個可能就是 BBW BBW BW 行李箱的合作款 可能 撞上這個 好像是香檳金色 淺金色的車身 很華麗 我想那時候 很突顯到身份 一拿出來 金光閃閃 最過癮就是 星架的排氣喉 是在正中間的 對 好可愛 這些設計 是很有趣的 964 排氣喉 在正中間 有位置 就是我車頭的位置 問你死了嗎 零零射射 有顆 銀點 還有手柄 這兩個都是同一款車 不過顏色不同 當然是配件 如果你喜歡滑浪 就買個滑浪 你喜歡 有個牌子的 你當然是買 金色的964 對 不過你看那一句 都很好看 這個真的好玩 應該沒有開門 開蓋的功能 沒有鎮 沒有鎮 沒有 不能在裡面鎮 沒在裡面鎮 無論如何 車款和車型 我是非常欣賞的 對 不過真的好像 某個牌子的車款 你不說 我也真的以為是那一款 不是來的嗎 不是 不是 是價格來的 好 Lex 為何德高會認識這些 我認識老鼠 為何你會認識 連車牌也沒有 好 繼續 好像全部都是同一款 六架 全部爆發 沒錯 扮辣究竟是甚麼車 Toyota 甚麼牌子車呢 看看 有沒有寫的呢 這份 這份 1983 是否這樣讀 CORROLA 我未知道 這個 這個 L E V I 看這份 這份 CORROLA 嘩 這個真是classic 喜歡classic 難怪一次過 就爆過這麼多架 基本上 老粉 這一架 CORROLA 這份 基本上 有機會 你是買過 駕駕駛過 以及駕駛過 只不過是沒有這麼多拉花 我深信 是 還有一句 基本上 在當年來說 都不算很貴 除非你改車 是 但是就著 這架 CORROLA 真是 當年在街上 都非常之常見 我們叫做 喜臭飛 喜歡駕駛的 是呀 不過你說起 我們看回以前很多時候 那些舊片 可能是港產片 電影 都是經常見到這架車 在街上 李修賢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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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演員 就是這樣 那你不如這樣 剛好幾天 我拿起它 我看到 車輪飛了出來 車輪飛了出來 代表什麼 它是開門車輪 哦 車輪是分開的 還有本身 零零實實看到震 死喉 很韌 非常之搶眼 還有這隻拉花 好像小時候玩的 Hotwheel 風火輪 那些 那些 賽車款 可能的想法 就真的好像你一樣 對 好像Hotwheel 那些 很誇張 嘩 後面的車牌 也寫了 Corona Levin 有料到 等一下 每次拍不到 賣一點 才可以賣一點 能否焦點到 應該可以 可能要移遠一點 好了 那到第二架 嘩 這架 好漂亮 銀色的 也有幾個 紅橙黃的拉花 前面 後面 還要印上 86 這個字 這麼奇怪 AE 對 以為是AE 或者是860 但這架是1983年的 就是這樣 這架 銀色 很像以前 我剛才想說 拉入花 我第一眼的感覺 好像年輕人 玩的 觸合金 斜電機械人 有一點像 那些感覺 是不是叫 幻變奇兵 嘩 好 那到這架 金屬綠色 好像有一個 BRIDE 拉花的 牌子車 這架 就是這樣 橙色 黃色 白色 都很純粹 我想這架 Corolla 你真的買光 放在車頭 好漂亮 好有整個系列 好像現在玩的盲盒 同一個款 但不同顏色 又不是貴 你一炮光 然後製造 嘩 真棒 這架 有點像 德哥所說 好像人家改裝了 嘩 車頭感 零零色色 不同色的 好像有霸氣 多有煞氣 好像飛仔大哥 那些感覺 再加上以前 很流行的 土豪金 哈哈哈哈 拿出來 還不是那些大哥級 是不是 真的 嚇死狗 好了 這架紅色 我想就比較 是以前在街上 有機會見到 因為我想以前在街上 都是見到 紅色 銀色 白色 這些 顏色 這架紅色 的確 很有當年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 在波蘭街 那時候 那些 朋友的 寺愛 最後一架 就是一架 紫色的跑車 嘩 這些顏色 很難 我想在日本 好像有機會見到 香港 我想這些顏色 就真的有點難度 大哥 那 就像德哥哥所說 如果喜歡 KOROLA 這叫TOYOTA的車 如果你買完 都是很棒的選擇 一塊水 一塊水左右 對 挺好推 挺棒的 好 非常好 先介紹到這裡 太多東西玩了 待會見 嘩 一門龍 你會看 TOYSTV TOYSTV TOYSTV